這一期最火的弱線雞翼 你有沒有試過呢? 今天來教大家 將買好的雞翼放進去 已經切好了 放些鹽進去 洗一下 醃它10-20分鐘 不用洗的了 先從沙灌開始 將醃好十多分鐘的雞翼 冷水落黃 不要洗它 連些鹽一起放進去 放進姜蔥 放一點酒 大火煮滾就可以了 將灼素雞翼撈起來 我們現在準備沙薑湯 燒熱的鍋 滴兩滴油 沙薑 爆香一下 準備幾粒乾的沙薑 放進去 湯龜 炒香之後 就加點滾水 我們放點酒 多一點點 糖 放一匙雞粉 將它大火煮滾 關小火煮它5分鐘 好 煮了5分鐘了 湯汁又回到上一籠 洗乾淨的紅糟記紙 將雞翼放進去 然後關小火 再放些沙薑粉 沙薑粉容易出味 後面浸泡出來的湯 就夠濃香 浸它15分鐘就行了 我先試一下味道 哇 夠香 浸它20分鐘 吸進去 招牌雞翼就做好了 哇 好香啊 很濃郁的湯 我現在就想怎樣 忍不住啊 忍不住了 真香 好吃 雞翼的做法千萬種 好 今天的沙薑肉扇雞翼 肯定你吃過一層味